中情局从巴格达那边弄过来的报告 直接就激怒了布什的高级助手 他们就指责说中情局就是想在政治上破坏总统的选举年 11月11日的时候 白宫又召开了第二次跟中情局这些国防部联合起来开的一次会议 什么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还有各个安全助理 另外就是中情局的局长什么的高级助手 李奇就是我们上集说的那个 他专门负责进东的现在的一个头也出席了 汇报了以后 结果他们就中情局的这帮人就感觉 国防部的这些人听着就无动于衷 军方觉得啊就不感兴趣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 结束了战争了 布什呢确实是一直保持着沉默 等到这个会议要结束的时候啊 他对这个中央群暴起说 他我确实承认了 我觉得伊拉克已经发生了性质上的转变了 但是呢他不希望在座的人啊 对这个有任何的评论 你再看美国的政治啊 你一定要关注他的选举 什么时间点 哪个太重要了 所以很多的这个国家政策呀 包括什么的啊 全跟这个选举有关系 也就是在这个会议一个月以后吧 这个萨达姆的老家 呃那个叫什么 扎扎提克里特 哎在那儿把他给抓着 这下呢还好 就是让白宫呢 在这个新闻啊 轰炸之下 有了那么一点点的喘息时间 因为当时其实美国的各个新闻 就已经开始质疑这场战争的正义性了 但是呢 这个扎卡维呀 也通过这个几个月 你一直没有采取一些有效的行动啊 就成了一个现在在伊拉克呀 搞这个全面叛乱的一个事实上的领导人了 这家伙后来啊 还信心越来越强了 因为确实有数以千计的愤怒的伊拉克人 还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啊 同情这个伊斯兰的这些教徒 跑到这儿来当志愿军 而这时候呢 华盛顿就把那个不断写这个报告啊 说这个形势严峻的这个 这个中清局的那个伊拉克战长 呃格里麦耶就他 给他撤职了 把他直接给调回了哈 华盛顿了 扎益丹 这个是扎益丹 他呢是一个在这个拉玛迪呀 就这个地儿 哎 拉玛迪 就他你看他离巴格达很近啊 他等于是在一个中部 呃靠北一点 但是呢应该说啊 他还不完全是这个呃 伊拉克的一个边缘地区 他呢是一个这个部落领袖 有着这个一个很大型的一个洋洋的这个牧场 4月28号的时候啊 也就是美军已经攻陷巴格达三个星期以后 布什呢也发表了说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讲了这个演讲 可是呢他呢就觉得呀 这个他对这个占领军啊 一直在那搞宵禁啊 还有各种旅游限制啊 像对他这种啊 你想从事这个羊毛和这个新鲜羊肉这个贸易的 那对他来说简直就是灾难性的 但是呢他还是愿意给这个新来者一个机会 他愿意牺牲 起码呢就是说他能够把那个过去的那个独裁者呀 呃给推翻了吧 他想呢 怎么着这世界应该有点什么变化吧 所以呢他觉得我愿意等 可是他后来也在这个呃采访中呢 后来就说很快他也变了 4月23号的时候 就是82空降师和这个第三装甲兵 这士兵就来到了他家附近的那个费鲁节 这个 费鲁节呢 哎费鲁节 你看其实离这巴格达不远啊 但是也快到这个北边这个山区了 在这个政府大楼啊和一所学校呢就扎着营 做了一个就算是一个美军基地吧 呃28号晚上呢就大约有200名 其实也就200名啊抗议者就不顾这个萧敬这个命令就跑到这个学校大楼外边来了 一般啊他们很多活动都是晚上因为白天太热了 就对着里边的这个美军呢就开始狂呼啊狂喊完了以后呢这个后来是美国人说啊 说里边有人拿着武器在那挥而且还开了枪了 结果呢这个美国兵就开墙 打死了17名示威者伤了70人 后来呢人权组织呢调查发现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所在的这个学校有被子弹击中的任何痕迹 这一下呢就伊拉克人就愤怒了 扎一丹呢就不停的就是克制的啊 叫大家一定要克制克制 而且呢就跟这个几个这个另外的这个部落的首领啊商量 商量呢说啊咱们呀尽量别给美国人啊添麻烦 于是呢他们就选出了几个代表 扎一丹算是其中一个 去到这个美军基地啊 跟这个当地的这个美军的那个指挥官见面谈判 扎一丹说呀 其实我们这些部落啊就是想什么呢 用我们这种阿拉伯的这种部落解决方法啊把这个争端解决了 就是他们这个阿拉伯这个啊还有什么的啊很有很传统的那种农村的那种 就是比如你伤了我一个人你赔我钱你赔我弟也行就是他都是用这种方法啊来 呃来支付所以呢他们叫那个叫什么呢 迪亚 那个血汗去就等于许的钱吧 命钱 你支付这个迪亚 完了呢咱们把这事解决了 你让这些家庭的这个 你好多人有家有孩子的你给他们些钱 让他们呢有这个起码以后未来有点保障 这样呢也不会让这些孩子啊就成了这个抵抗运动的一部分 没想到的是呢这个几天以后答复来了 美军愿意赔偿 但是你知道赔偿多少钱吗 每个人三千美元 这下连扎一丹都怒了 三千美元 你当你换一条军警呢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什么警犬呢 是吧你换一条警 也就是一一条警犬的这个费用吧 本来这个扎一丹呢完全是可以成为盟军的这个 他的部落啊其实是以前啊一直就是反这个萨达姆的 他的这个部落呢以前就支持过一个 呃伊拉克的一个空军将领 当时呢这个人呢想搞这个政变 反萨达姆的 就是他们这个部落呢大概支持来着 这个萨达姆呢直接就把这个政变的150多个军官给抓了 而且都给处决了 另外呢把这个部落里边 呃一些人包括扎一丹和他的一个兄弟也抓了 另外呢也抓了一千多个这个逊尼派的人 萨达姆后来呀也是为了呃不想啊让这个 呃各个派别啊这个紧张关系太厉害了 他们就想修复跟这个逊尼派的紧张关系 就把这个扎一丹呢后来给赦免了 扎一丹呢其实被这赦免了以后反而觉得呀 萨达姆这人啊这事干的漂亮 坚决果断他反而还挺亲北的 他们也后来也赞成萨达姆对这个西方的这种蔑视 因为呀这让逊尼派的人呢就想起来我们伊拉克曾经是那么一个强大的帝国 巴格达曾经是当时的全球科学文化的中心 而且啊这个他们一直就觉得你们这些美国人呢太傲慢 你们这些后起之秀而这个后起之秀就对我们这么一个啊 诞生的这个世界的这个书面语言数学天文学法律 而且有那么丰富的文化的一个七千年历史的这么一个土地 你们对我们不细一顾 不过呢当时他们的部落首领啊都觉得啊并不想反对美国入侵 即便是啊这个费路杰这次的这个杀这个平民的这事 他们呢也不想让这个美国人觉得呀他们想反抗 因为他不想让你觉得呀我们跟萨达姆是一伙的 但是呢他们等了一年 美国人好像感觉呀要无限期的留下来 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呢 就是本来呀一直在这个伊拉克还算是由主导地位的这个逊尼派 现在不得不将这个权力给了十一派 而这十一派呢对逊尼派那打压的是非常的残酷 而扎一丹认为呢这个这些十一派的这些领导人实际上就是国家的小偷 是强盗 他们真正效忠的啊并不是伊拉克我这个领土我这个国家 而是这个他们的敌人伊朗 扎一丹呢就怀着这个矛盾的心情啊 就看着自己的部落的其他成员啊 慢慢的在那偷偷的就开始组成了各种的秘密小分队 一开始呢这些人啊只是为了自卫 因为这个十一派对他们那个残酷打压和这个暴力行动啊确实太厉害了 而且呢好像这个美军呢揣着手在旁边也不管 所以呢他们就等于一开始只是建立了个自卫队 后来呢就开始慢慢发展的呀就开始跟美军打起游击战来了 就是打了就好 甚至啊他也眼睁睁的看着好些人就为了钱 跑到那个扎卡维的阵营去 因为啊当时很多人就是活不下去了 呃一个是这个逊尼派的 现在你也找不到工作 哎过去你想你在这个政府里边你还谋着权 因为他们过去是掌权的呀 哎而且他大多数都还是有知识的人 结果呢就直接就没法活了 而那边扎卡维呢给的工资还挺高 可是这个扎一滩他们这帮人呢还是希望呢有所缓和 就在这个7月4号也就是美国的这个国庆日嘛 他们呢就相约一块就到这个美军基地啊 想表示一下对这个节日的祝福 当时这个美军的海军陆战队的那个军官呢 还都觉得挺纳闷的呢 因为每次啊这帮人来啊 呃不是提要求啊就是要赔偿什么的 这种的这个突然一下拿着鲜花就来了祝福什么的 还有一点这个不知所措 结果一开始挺美好的一个会面啊 很快就被这个军官给遭的成这个争吵了 这个美国军官呢就把这个伊拉克人跟这个恐怖分子啊 直接就混成一团了 这下让这些部落的首领们感到了很受侮辱 其中一个酷长啊就指责说你们这个美国人 其实就是那个啊就这家伙 就这家伙 麦哈麦德 查拉比的这个傀儡 就是受他的蛊惑啊 居然就是这么一个流亡的一个实业派啊 一个这个政治小丑 他就就这人啊 像这个布什政府不是提供的 说这个伊拉克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呀 还有什么化学武器啊 就他弄的那个虚假情报 话说 我觉得其实你觉得那个情报你说 那个美国人就那么轻易的就相信了吗 应该说是他相信吧 我是这么想啊 结果这些酋长就急了 就说你们其实就被人家利用 你们才是傻瓜 你们就是被这个骗子给骗到这个伊拉克来的 甚至啊 有一个囚长呢 就一边敲着桌子 一边开始就回击这个美军军官的侮辱了 本来啊 这个扎一丹呢 是一直在中间啊 想让把这个双方的这个激动情绪 给扶平一下的 到临走的时候啊 他也忍不住甩了这么一句 说你们不可能永远留在伊拉克的吧 他其实心里边已经觉得了 形势已经开始变化了 真正的战斗其实才刚刚开始 2004年的1月啊 扎卡维 就这时候呢 来到巴格达已经十个月了 在这个四年前啊 本拉登是拒绝见他 而这个时候呢 扎卡维就坐在电脑键盘前 开始给这个本拉登写了一封信 头一句呢 就说的是 即使我们的身体这么遥远 但是我们的心距离却是那么的近 套近会儿了啊 伊拉克的情形呢 与阿富汗已经不同了 你看他呀 也有好的一面 就是伊拉克人都讲阿拉伯语 跟我们是同语 同语 但是呢 他也有一个不好的方面 就是这儿的地形啊 不太适合咱们打游击 几乎没有什么藏身的地方 就是一码平砖的 但是现在呢 我发起的这个运动 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了 这信中其实他的意思呢 就是希望本拉登 能够给他提供点帮助 尽管他说这个美军 拥有强大的这个军力 但是呢 他们啊 创造了一个最懦弱的一个生物 就是他的战士啊 对真正的战争 其实是不感兴趣的 他们就整天的 就愿意待在那个基地里边 哎 美军呢 很快就会离开的 而这个国家和战争 就留给了其他的人了 那个意思 我就有大展宏图的机会了 这信中呢 扎卡维呢 也对这个最有可能同情他的这个 伊拉克的迅尼派啊 这少说啊 同样也是不屑一鼓 信中呢 他就说这迅尼派啊 没领导 四分五裂的 即使是啊 加入到他这个胜战了 这帮伊拉克的士兵 也是都是没有这个战斗经验的 而且还怕死 顶多也就扔扔手榴弹啊 偶尔发发迫击炮什么的 不敢面对面的直接跟敌人对抗 那意思他的胜战者都是那种忘我的人 他呢 就说这些人呢 就是喜欢安全 喜欢没事就回到他们妻子怀抱的那种人 而这个 老是在那吹嘘啊 他们不怕死 等会你一发现呢 没一个人被杀 也没一个人被捕的 那你想想他能够打什么仗呢 说到这个多数的那个实业派 这扎卡维啊 也是喋喋不休的 在那谩骂 而且居然啊 一骂就骂了好几页 光了光了写了好几页 全是骂这个实业派的 大概啊 是这个扎卡维的文化水平不太高吧 反正这个骂的语言呢 你大概需要花费很大力气 你才能理解他的意思 反正啊 就是里边有一些啊 比较容易理解的 就是什么什么 说这些人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潜伏的蛇 狡猾和这个恶意的蝎子 亏视的敌人 另外就是穿透力强的独野 他就这个形容这个 就是他瞧不起的这个实业派 总之吧 这个在扎卡维这封信里呢 他也认为呢 这个实业派啊 这宗教比异教还糟糕呢 就比那些异教徒还要糟糕 而这些实业派呢 就是偷奸耍华的啊 跟这个美国人结盟 其实呢 就是想啊 把这个逊尼派给打垮了 所以啊 实业派 实业派 这个在历史上 因为这个阿拉伯确实啊 这个实业派都觉得是 他是一个叛徒 是一个伊斯兰的一个异教 不知道这个本拉登啊 对这样的咆哮 是不是能够接受啊 因为啊 这个本拉登呢 是一直把自己啊 视为一个 穆斯林的一个 统一的一个倡导者的 他从来啊 没有对实业派 有过任何攻击的 事实上呢 他还谴责过 就是攻击实业派的 这种现象的 扎卡维啊 其实应该是知道 这个本拉登的这种 呃 观念的 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写 也许呢 他认为他现在 有这个能力呢 可以改变本拉登的想法吧 反正他在信中呢 就说他将来的战斗啊 肯定会杀死更多的实业派 而他呢 只是为了实现三个目标 一呢 就是破坏伊拉克的稳定 二呢 就是消除可恨的 这帮实业派的叛教行为 三呢 就是迫使着迅尼派 拿起武器 而他自己就是唤醒这帮沉睡人的 这个 沉睡人 呃 那个 唤醒人 现在啊 扎卡维呢 就对这个本拉登啊 呃 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我虽然我现在的这个组织啊 我规模还不大 但几乎呢 我告诉你 这个伊拉克现在所有的重大的那个恐怖袭击都是我干的 我现在 已经发动过25次袭击了 如果呢 我能得到你基地组织的这个官方支持 还有呢 他想利用这个基地组织的这个全球的这些 这个资源 其实就是要钱嘛 他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就 哎 他呢 就开始就是要宣誓效忠 就说我会成为你的极先锋 我会啊 把这个伊斯兰国家跨入胜利 我成为一个桥梁 我成你的马前卒 我对你宣誓效忠 我呢 就是你任何一指派的一个士兵 在你的旗帜下工作 服从你的命令 他在这个心里呢 还向这个本拉登保证啊 如果就说这次你不乐意跟我联盟也没关系 咱们呢 绝对不会因为这个啊 就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团结 因为呢 你们很快就会看到 我已经从阴影中走出来了 全世界将会看到我的成就 这封信呢 大概写了几个星期以后吧 这个在这个二月份 这时候是伊拉克的冬天啊 有一天夜晚 就这个人 他叫Mike Christo 他呢就带着这个 他的这个精英部队 一个特种军 跑到这个暴力中心地带 就这个废物节这块 开始呢在这个住宅区啊 移动移动的开始排查 然后呢 他呢就坐在一个楼梯上 就听着他的士兵啊 从一个房间搜索到一个房间 寻找着可疑的敌人 和隐藏的这个武器库 他呀 当时真的不知道 扎卡维就在他的附近睡觉 扎卡维这时候就听到了 周围的那个这个发动机 就是那汽车发动机的那个 柴油发动机的那声音 然后呢就听见啊 金属门那个木材呀 什么那门呢 光光的撞击声 然后呢就能听到 那美式英语在那喊 完了狗叫的声音 然后呢有各种的那种 沉重的靴子 光光光的走路声 另外呢就是有各种的 那种玻璃的破碎声 谁都没想到 这个Mike Christo 跟这个扎卡维两人之间的距离 不到150英尺 中间就隔着几堵薄薄的混凝土墙 这个城市啊 这时候已经一年多 没有这个电力供应了 晚上漆黑一片子 Mike Christo啊 后来也承认 他说我真的不知道 我离扎卡维不到一个街区 那年冬天啊 已经就是美军就开始这种 不停不断的这种不休止的 就是特种部队突击行动 这一次呢就是其中的一次 这个 Mike Christo这支部队啊 呃绝对是有传奇色彩的 他们这个团队呢是以更快 更远更难的信条呢 从这个诺曼迪海滩 开始一直到摩加迪沙呀 什么这些战斗啊 呃创造了很多的奇迹 所以呢很著名 那个电影就这个黑鹰坠落 讲述的就是这个不对 而Mike Christo啊 就是他们的领袖 他呢也是这个传奇式的 而且啊非常自律的一个人 呃而且啊以这个天天长跑 呃文明 他呀每天啊至少要跑七到八英里 每天只吃一顿饭 每天晚上睡觉啊 不超过四个小时 有空呢也就是看书 四个月前啊 他被任命为这个美国 这个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 这个负责人了 就专门所有的特种部队都归他管 现在呢他就是 在这个区域搜索那个最凶恶的恐怖分子 这次行动啊 是在这个整个伊拉克啊 最危险的这个费鲁捷这一带啊 进行的这个最危险的行动 这个行动就是挨家挨户搜查 这一个月来啊有四个美国的安全承包商就死在这个费鲁捷的这个地区了 他们呢是在这个路上遭到了伏击 然后呢直接的就被织紧了 还把他们的尸体啊 给拖到街上焚伤 烧完了这尸体 还直接就给掉在那一个右发拉底的一座桥上 Mike Crystal呢就和他的突击队 这次呢是没坐直升飞机 直接开着汉马和这个装甲车 呃组成了一个车队 直接从巴格达出发的 然后呢就在这个没有灯光的街道上啊 盘山前行 开上了这个一号的高速公路 这条高速公路啊 再往西 就能够到这个约旦和这个叙利亚 他们就在这个空无一人的这个高速公路上啊 大概也就开了一个小时 完了就从这个费鲁捷下去了 在费鲁捷呢 就是这个沙漠的这个边缘上啊 有一处有大概有这么几颗 那个稀稀拉拉的那种棕榈树的一个住宅地区呢 他们就停下来了 从这儿开始 他们就开始一个目标一个目标的开始搜查 士兵们呢就是把这个闪光的这个手榴弹 先扔进这个大门里 然后就开始像他们平时训练的那样啊 哎就开始这么一家一门的就开始搜 有条不稳从一个房间进行到下一个房间 一个一个clear clear 麦克里斯托拉走到一间房子的门口 他呢这时候因为没有灯嘛 他只好打开他的夜视镜 看着他的士兵们呢正在审问一群从睡梦中被惊醒的伊拉克人 而另外一个房间呢是这个一些妇女和儿童 大多数人呢都坐在一个蒲团子上用毯子包着 因为冬天挺冷的啊 能看出来呢孩子们带着有明显的好奇心 就仰望着这个瘦瘦小小的啊这个美国人 这个麦克里斯托啊 因为他不是一天就吃一顿饭 完了就跑还跑六七英里的 他挺瘦的 可是啊麦克里斯托后来就对这个作者就说 说我呀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没有忘到的 就是我从这些妇女的眼光中 我看到了另外一种东西 那种强烈的那种情感 震撼啊真的伴随了他很多年 他说啊那就是一种纯粹的 不掺杂任何杂志的仇恨 这样的情景后来啊 在他的这个在伊拉克的这个生涯中呢 发生了很多很多次 但是每次都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最有让他也是觉得心碎 或者说他觉得很难受的有一个情景呢 就是有一次他们也是在这个拉玛迪的一次突击行动中啊 这个大兵就从一个可疑的就是所谓的安全屋中啊 给抓了几个人 然后呢就强迫这几个人呢 面朝下趴在这个水泥地上 双手抱头 这时候呢就从里尖出来一个大概也就还不到四岁的一个小男孩 结果这个小男孩一看自己的父亲趴在地上了 他就一言不发的啊 就开始走过这一排排 匍匐在地的人这个身上 然后直接就躺在了自己的父亲旁边 然后呢用自己的小手就放在父亲的脑后 那种感觉 那个画面啊 我估计是谁看了都得落泪 你想想这个孩子 他将来长大了 他会对你是仇恨还是热爱 他会欢迎你到他家来 麦克克里斯特后来说 他说其实我们那时候还是坚信自己啊 是来解放他们的 但是呢你现在啊你面对着 比如说你看着这些人 如果啊你看着你是当地人 你看着一帮大块头穿着防弹衣拿着武器 完了以后在那翻动着你的床垫 虽然啊他们也强调了所有的士兵啊 尽量的不要倒毁人家的家具 尽量的别把人家家给翻的乱七八糟的 但是啊你想想 如果说有人突然的就这么进到你房间了 而你的妻子孩子就在你身边 你什么都做不了 然后呢你就任由着那外人就那么翻着你的抽屉 他说我就那么站着呀 看着我的士兵在那翻 我就在那想 这要是我的家怎么办呢 人家要是闯进来的话呢 突击队这时候又来到了下一栋房子 而这时候呢他们刚到一楼 二楼呢这时候就有一个身穿着深色衣服的一个很结实的身影啊 就推开了二楼的窗户 直接跳到了下面的那个黑暗的小巷里边 从地上爬起来 完了就摸索着爬到了另外一条后街上 然后就消失了 直到这个突击队啊 在他的房子里边找到了这个 他的这个留下的这个东西 哎哟 这时候美国人才知道 扎卡维离他们到底有多近 好吧 今天我们先讲到这儿 下期接着讲下期见 下期见